这个是他们的菜单啊 我看了一下菜还是不便宜的 这里呢是一个四星级酒店的餐厅 其实我特别想尝试一下这个 牦牛肉刺身 是不是口味有点重 但是呢我这两天胃很痛嘛 这个是冰的 我再考虑一下要不要点这个啊 牦牛肉刺身 这个是128一粒 我点一些什么呀看一下 反正点一些他们比较有特色的菜吧 葬红花蒸鸡蛋 因为在这边葬红花也比较出名嘛 虽然是伊朗产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西藏这边这么多葬红花 葬红花蒸鸡蛋呢是68一粒 可能就是这种小的吧 也不太多 他们这里的装修风格啊 我还是很喜欢的 就是这种典型的藏式风格 然后我们是坐的中间这样 一排全是那个长桌子 感觉挺好的这种氛围 前面那有一个大的电视 可能是一个小的舞台吧 这个是滋味高羊排 一份是88 山药灵芝木耳 一份也是38 有山药有木耳 这个酸萝卜 毛牛肉丝 一份是48 还有一个每桌必点的甜茶 来一盒啊 羊排要趁着吃 来吧 尝一下 肥瘦相间的 上面是一块肥的 下面是瘦的 还是有一点点山味的 特别是这个肥的 山味还比较重 瘦的好一点 瘦的就没有那么重的山味 但是也在接受范围之内还可以 烤的也是比较焦 羊排里面呢 还有这种烤土豆啊 还有烤红椒啊这些 嗯 挺好吃的 这个是酸萝卜 毛牛肉丝 我们再尝尝 这个挺好吃的 没有一点点腥味和山味 而且这个毛牛肉还是比较嫩的 这个萝卜呢 也不是太酸 我第一次吃这样了 还加了辣椒 这个菜不错 推荐一下 如果说配上一碗米饭的话 这个挺下饭的 对啊 哈哈哈哈 反而冷气 有啥不能告诉我的东西 肯定保密啊 包括我们的茶叶 我们都是保密 刚刚一排菜单我就说了嘛 像血一样啊 还有辣椒好吃 有辣椒啊 还有不能告诉我的东西啊 嗯 还有调料不能告诉你的 哦 好的 毛牛肉刺身我没有点 但是我点了一个更生猛的 这个知道是什么吗 生毛牛肉酱 看一下 还是红的 我觉得给它取个名字吧 血腥 这旁边呢是 它是这样吃的啊 用这个 这个 这个 来 蘸这个 毛牛肉酱 而且是生的哦 我的天哪 这个城市真的是我的 史无前例啊 我第一次 我先闻一下啊 还是有一股 生肉的味道 哎呀 我的天哪 我觉得我把这个菜吃了 我什么菜都可以吃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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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的呢 是现做的 做这个 毛牛肉酱呢 必须是生的 新鲜的来做啊 所以说不用担心它是过了期的或者变质的牛肉 来吧 来都来了 是吧 走 来 看哈 我现在要吃咯 嗯 哇 这 沾巴好扎实啊 这个 酱我倒是没有吃出什么怪味啊 但是沾巴又有点太扎实了 再蘸一下 嗯 嗯 你还看我喝别碰吗 嗯 嗯 就是感觉 不是太大的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怪味 就里面放了有味精而言 这样提鲜嘛 小米辣 这种生拌的感觉 里面肯定还有香料 但是我吃不出来是什么香料 因为人家都说了 不可告人色东西 哦 这个 这个沾巴我还有点吃不惯 因为我以前吃的沾巴是有味道的 有甜味或者咸味 但这个沾巴呢 就什么味都没有 比较粗糙的那种感觉啊 吃一个的话 我感觉都能饱个三四成了 来给你们尝一下 学心的感觉 来我现在放个大招啊 直接吃看是什么感觉 哇 好凉啊 但是可以接受到这个味道 就以前我不是也吃那个是牛肉片吗 它这个就没有我们做的那种 生牛肉片那么鲜 因为我们那个生牛肉片是和香菜 还有酱油一起吃的 那个口感呢 就会更好一些 不会觉得 你在吃生肉 这个还是 有一点在吃生肉那种感觉 这个菜单总结啊 不要轻易尝试 口味有点重啊 我要先消化一下 先吃点别的 这个毛牛肉饺子呢 就当今天晚上的主食了 我来帮你们尝一下 哎呦 刚刚那个还没缓过来 那个劲儿 胃里有点不舒服 啊 它蘸的是辣椒酱 嗯 哇 这饺子特别好吃 好鲜啊 而且这个酱配的也特别好 上面有芝麻葱 酱油 嗯 这饺子不错 有点弄灌汤的感觉 这盘饺子呢 一共有12个 但他们的个头不是太大啊 他们家的菜啊 就是分量都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这个生毛牛肉配沾巴呀 是一道很特色的葬餐 其实他们的这个菜单上都没有的 因为很多人其实真的是接受不了 但是呢 我们为了挑战一下 所以说强烈要求老板 给我们做了一道 但是我们真的征服不了 现在我们吃好饭出来了 我们一共消费是355块钱 其实大家都说拉桑的消费高啊 你们觉得呢 好了 吃完晚饭呢 我们准备出去逛逛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关注我 我是奶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